1月16号 赵女士在天猫快乐小恩旗舰店买了一条床单 当时选定的规格是长200厘米 宽150厘米 赵女士说家里的床宽度1米5 收到床单铺上一看 尺寸明显偏小 发现之后那个尺寸有问题 尺寸就是不是短了这么一大截嘛 然后我就跟卖家联系 我当时是想退的 后来不是铺好了嘛 我转店一想30几块钱啊 我就想说要么算了 把床单铺平之后 记者拿卷尺测量了一下 床单实际宽度是138厘米 比起卖家标注的150厘米 少了12厘米 说一下就是让他们以后注意一点 然后卖家就一直一直重复一句话 就说如果你觉得你量的没问题 那你可以退回来 那我就会觉得你这个态度是不是有问题 看赵女士和卖家的聊天记录 赵女士说床单尺寸有问题 还发了图片 卖家一开始让赵女士 看清产品标签上 尺寸是多少 赵女士说看过了 卖家又让赵女士自己测量一下 赵女士说测量出来是138厘米 卖家中途离线了一会儿 后来说确定尺寸是这么多 可以发回来换一下 赵女士说换不换无所谓 尺寸明显有偏差 卖家却没有积极承认错误 然后我就说那我如实评价就好了 总共是五分嘛 我就给他打了三分 然后就如实把这个床垫那个照片发上去了 淘宝说我滥用会员职权 说我什么恶意评价谋取什么利益 那问题是我没有问他们要过一分钱 从头到尾聊天记录上面 他们淘宝应该也看得到吧 我没有说过要说你给我补偿或者怎么样 赵女士的评价内容是 1.5米的床铺完这种效果 但是因为价格便宜懒得退 反正只是格格尿 这样也能用 联系了客服本来只是想告知一下 结果客服一直跟我说 只要我确定好尺寸了就退回去好了 这态度好像我讹他一般让人非常反感 这条评论被淘宝判定为违规 违规原因第一条写着 利用他人的行为瑕疵 以发起投诉 给予差评等手段威胁他人 索取不正当利益 后面三条是 关于恶意使用无效地址 利用多个账号 短时间内大量拍下商品不付款 和购买后异常频繁的发起退款 赵女士说 第一条他不同意 后面三条跟他更是完全不沾边 家具都是淘宝买的 超级会员都很多年了 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么做了这么一个评价 我突然间给我这么一个处理 我没办法接受 赵女士希望淘宝给他一个解释 记者把订单号和违规编号提供给了淘宝方面 对方调查后做出了文字回复 事件上的确存在言辞过激行为 在保障双方利益下判为违规 如果消费者对处理不满意 可点击评价申诉 提交凭证 淘宝会在三个工作日内 帮助消费者跟进处理 关于产品尺寸问题 淘宝方面表示会对卖家进行调查 对于淘宝的回复 赵女士表示不能接受 他说目前已经申诉 有毛红剑接着报道